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4年谈留学生办理美国绿卡 前一段美国移民局刚公布了一个新的信息 对于拿F1签证留学生办理美国绿卡 有更多的利好消息 在中文网上也有更多的说明 这个呢,此前我们就讲到过 有很多人呢,拿F1签证可以不影响你办绿卡 反过来呢,办绿卡也可以不影响F1的签证身份 我自己呢,就是在上学的时候 毕业以前提交NIW申请取得批准 在做博士后期间拿到绿卡 在这期间呢,也并没有影响到用F1OPT工作 我们律所有很多客户 也都是在毕业前提交申请 在上学期间,或者在毕业后OPT期间办理绿卡 所以呢,这个本身可以不影响 那么这一点呢,可能以前吧 很多人还是有疑虑说 呀,我交了NIW申请啊 或者是别的申请 绿卡申请会不会就影响我在美国的F1身份啊 会不会影响我的OPT啊 影响OPT延期啊 影响我回国,然后再返回啊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些方面担心可以更少一些 那移民局现在有更明确的说法 另外我们知道呢 F1签证经常是五年有效的 离开美国再返回 那如果你护照上面的签证还没有过期 那么还可以继续使用 那么这个只是说呢 留学生可以申请绿卡 那你接下来说怎样取得绿卡 那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呢,我们此前也写过详细的文章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以及在美国攻略网站上的文章专栏 也有详细的说明 我们写的文章呢 叫真实案例留学生取得美国绿卡的十种图境 那我们讲到了有亲属移民 有职业移民 有投资移民 有作为配偶或者父母的家属 副申请人取得绿卡 有自己提交的 有通过雇主支持的各种方式 大家可以参考 那在这里呢 我们再解释说明一下 比如说留学生如果想办绿卡 应该怎样提前布局 那我们看到呢 从数字上来说 现在疫情过后 因为经济原因 其他就业原因等等 现在呢 想要留学美国 办理美国绿卡的中国学生 他们的家长人数还在增加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从统计上说 那因为现在比如说比十年以前 每年新到美国的留学生数量增加了很多倍 但是呢 绿卡的名额并没有改变 是吧 所以从统计上说呢 很有可能 80%的人拿不到美国绿卡 留学生 比如说每年有十万留学生新来到美国 但是呢 通过亲属移民 职业移民 这些方式拿到绿卡的留学生呢 可能数量只有两万 或者还不到 所以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家长关注的问题 这也可以理解 我自己有两个孩子 也都是在美国比较有名的大学 在读书 或者刚被录取 那我们看到呢 也有很多学生在美国 在读相当好的学校 但是呢 练义方面 很多人吧 他这个注意力放在学业 放在找工作上面 这个当然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你还要兼顾说一个长远的目标 对吧 中国的说法叫不能指埋头拉车 你还要抬头看路 我们看到的情况呢 有一些留学生在美国读了高中 接着又读了本科 读了本科又读了研究生 一会儿呢 在美国已经读书超过十年了 但是绿卡申请还没有开始 那像这样呢 他已经在美国读书这么多年 对吧 那现在呢 去其他地方再发展 有的时候机会可能就比原来少了 对吧 大家知道呢 现在坦率的说 也存在有学历过剩 对吧 毕业生人数多 海贵也不一定都有家族企业啊 继承王位这样的机会 或者说能够有创业啊 或者别的高级工作的机会 更多的人呢 希望如果说有那种发展 那怎样提前布局呢 一方面 当然如果你的专业学得很好 那你可以找到合适的部主 然后呢 来办理职业移民 Perm绿卡 雇主支持的申请 这个呢 当然从统计上来说呢 你学计算机 IT computer science 这些方面的 居多啊 那学这些专业呢 拿到的 H1B工作签证和Perm绿卡 数量比较多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除此以外呢 学其他专业 比如说会计 建筑 山科 市场营销 其他的理工专业 有的艺术类专业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是在人为 这是一方面 那当然如果专业学得好的话 但是我们也看到呢 现在因为H1B工作签证 要出签不容易嘛 当然移民局呢 现在从2024年 开始要有改革 一个人只能出签一次 这样呢 对于中签增加机会会有帮助 但是毕竟呢 有一些雇主会考虑到 我雇用了 这个新毕业生 但是他是否能够 留在美国一直工作 有不确定性 H1B抽中了申请 批准了 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生效 所以呢 这方面不容易安排 那怎么办呢 你也可以更好的考虑呢 拿到绿卡的这个机会呢 掌握在自己手中 具体来说呢 我们知道 如果说从学术类角度来说 你在读本科或者读硕讯期间 有一定的科研工作 研究工作 论文发表 在上学期间或者毕业以后 就有可能办理国家利益获米 NIW这样的美国绿卡 此外呢 除了H1B工作签证以外 你还可以考虑办理O1 杰出人才类别的工作签证 这样就不受到抽签的限制 那这个你论文当然不是说我今天想发明天都能发你 所以要提前布局 你在上大学的时候 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可以考虑 有的人说具体的我这个怎么能够规划啊 我这个专业我能不能发论文啊 中文的算不算啊 发表在其他国家算不算啊 会议论文算不算啊 专利算不算啊 这个communication算不算啊 具体分析都有可能可以看的 可以有帮助 那么所以呢 我们除了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马上提交绿卡申请以外 我们也可以帮助留学生提前做出规划 这样的帮助他们更好的plan来提升背景 这样比如说我现在在上学 但是过一年过两年 我可能就符合了绿卡申请的条件 从这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提供career counseling 可以提供绿卡申请的咨询建议 像前面提到 有的事情这个大局啊 big picture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 僧多周韶 新来十万留学生 可能拿到绿卡的只有两万 拿到工作签证 H1B呢 数量更少 大的数字形式呢 那个人短时间内一发改变 但是你可以想办法改变自己的位置 对吧 让自己处在这个批准里面 比如说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这个几率太低了呀 中国一年毕业上千万大学生 对吧 那来到美国留学的人只有十万 那这个也是只有百分之一 对吧 那从这个角度就已经是百分之一的成员 世界的时候就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金字塔啊 或者造弧形啊 想从绝对数字上来说 我们讲过不止一遍 美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 每年发放有100万张旅卡 那你自己是否能够成为这100万人之一 那是在人为提前布局来准备 不见得说我一定要是雪白 也不见得要有非常多的落人啊 等等啊 一定程度上呢 这也是一个敲门砖 那我们看到呢 存在有这个mismatch 比如有的人从中国申请取得了绿卡 但是他一时还不想到美国生活 另一方面呢 有的美国留学生非常希望能够尽早 拿到绿卡 早一天也是好的 但是呢 就是受到客观评判的限制 这有的限制呢 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你自己可以想办法来克服 改变自己的进入的命运台的自己手中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2024年 谈留学生申请美国旅卡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